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卖行是二级市场的意思就是所有艺术品最后要在拍卖行里面作为一个 第二次运作出来了又回到厂家 进化囊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要说清楚 就像我们讲艺术市场一样 它有分类的 比如说你要学艺术管理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作为一个正规的艺术管理专业 我们就要首先确定第一个问题 你学艺术管理 你是准备走向非盈利的还是走向盈利的 这个完全不同的 什么叫盈利呢 画廊是盈利的 博朗会是盈利的 什么叫不盈利呢 两类 博物馆和基金会 基金会的盈利是另外一个概念 那么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确定以非盈利作为你的一个学习目标 那么你以后的出路就叫博物馆 如果你确定你的目标是画廊 是盈利的 那么你以后的目标是操作画廊 这艺术管理是分开的 也许哪个课程都会交错 但是你的出路要分得很清楚 那么同样 我们把博物馆拉进来说了 目前我知道的规矩是 博物馆是所有艺术品的最终出路 什么叫最终出路呢 原则上 除了私人博物馆以外 但是私人博物馆我觉得也应该说这个现实 国家博物馆 原则上进入博物馆 又不能再出来 嗯对 我们不能想象这个 著名博物馆 比如说卢浮宫博物馆拍卖 蒙拉丽莎 有可能不可能 因为这个是代表了它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进入国家层 博物馆是所有 对它这个价值最终出路 博物馆做错了 搜查画搜错了 你自己认错了 没办法 我知道在他们收藏中国传统艺术 有很多都砸了锅了 这个是对一个地域 对这个区域的一个文化价值的一个肯定来的吗 所以博物馆和拍卖行有一个很奇特的联系 画进入博物馆就不能出来的 但是现在博物馆的话 在拍卖行出现的可能性才最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所以有一门课程 因为我在广州美院是我创广州美院艺术管理系的 我也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 有一个课程我们中国 我不知道中央美院艺术管理系看不看得出来 我觉得比较难 叫做收藏策划和管理 大财团 大亨 或者是那种重要的大企业 他们要做系统收藏 那么他们需要找收藏策划 获得更高的价值或者是保值 这个是一个学术的一个 这么收藏的策划和管理 你的作品收藏以后如何管理 对 我曾经说服一个广东的一个大老板 也说了这个道理 我说你要有收藏策划 如果你计划一下每年拿五百万 十年就是五千万 收藏什么 如何收藏 我告诉他你要有系统性 要把一段历史收藏起来 对 是吧 而不要 对某个主题 跟着所谓的个别名声跑 对 或者个人的所谓趣味跑 或者你就一天让我收藏 范冰冰的美女造成算了 那么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我系统收藏 我十年后我怎么样去有好的回馈呢 我说你收藏的很好 收藏十年二十年 你就等着进博物馆 因为博物馆会整体收藏 对 对 香港 视觉M加1 那个博物馆 他就做这个事 对 好像希克的那个产品 我聊解 全部就进入了 他们就是希克一次性的七个亿 而香港这个M加1的视觉博物馆的收藏经费 在一确立的时候已经定了17个亿 因为里面有一个测展人 一个联系测展人 是我的朋友 我专门询问过他 他说的很清楚 17个亿 而且他们收藏范围 说的很清楚 嗯 他们有个范围 他们如何和新加坡 现在博物馆区别 如何和日本现在博物馆区别 他们收藏的范围什么意思 对 那么有一批测展人 他们必须围绕这个范围 来讨论问题 来提出收藏的名单 这17个亿怎么分配 到了这个M加博物馆开张的时候 开张的时候 这17个亿要变成产品 要向市民交代 因为是市民的钱 对 要向市民交代 那么所有这个17个亿的收藏 都要做计划 首先他们告诉我说 首先用两个亿先把香港当地的现代 艺术家的若美先收下来 因为他是香港嘛 对 不管什么先收下来 7个亿收到西盒 就等于把中国八五美术思潮的 这一段 最重要的这一段 剩下多少个亿 剩下10个亿 怎么收藏 但是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这个讲法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所有博物馆 都没有这个 对 没有这个系统 我们是关心的硬件 对 香港这个绝货 这个M加 它毕竟是人家成熟博物馆系统操作 它首先把收藏经费确定下来 我们的博物馆首先把硬件确定下来 所以有一年开会 在讨论博物馆问题的时候 香港M加的我那个年轻朋友 就描述他们这个收藏的这个规则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集 也有一个年轻的朋友 他是上海中华艺术工 够厉害了吧 国家纪念 他也在描述他们中华艺术工的这个 未来的前景和发展的 的确红了 我们上海中华艺术工 跟世界上的一流的博物馆 建立学术联系 我们跟卢浮工 我们跟大多慧 我们跟温哥华美术馆还算不上 我们跟这个建立联系 那么我们建立联系 我们怎么做展览呢 我们轮流把他们管的精品 拉过来展出 然后我也把我们管的精品 拉过去展出 讲完了香港M加的联系费 就问那句话 那你们收藏怎么办 你给人的钱 你给人的钱展出 保险费交足的当然可以了 人家也要赚钱 对啊 我们关系的是 你的收藏怎么办 上海的联系费就不说话 我们关系的是学术生育 我可以理解 的确我也同意 学术生育 我们要做大做钱 是吧 但这个收藏你的产品 好 这个也是学术生育 这个钱 我们只关心硬件 为什么关心硬件 房地产呢 这个经济大带文化唱戏 文化大带经济唱戏 是吧 把它扯在一起 但是这一套怎么说 也是一套会什么 所以花囊 博览会 排卖行 博物馆 这是个系统 盈利 非盈利 这是个区隔 进入这个系统里面的顾客 地位不一样 身份不一样 目标不一样 分得很明确 那么你有本事 你的花囊就要进入巴塞尔博染会 那么你进入一次 你就获得一支名声 你就有了第二次 又第三次 千万不要再去参加广州艺博会 如果你参加广州艺博会 如果你参加广州艺博会 没理你了 因为大家说 你出钱做个场地 搞几个烂画 那你名声就没有了 我刚说过了 艺术是一个传播的结果 它核心的问题是名声 那么如何营造名声 这个已经离开所谓艺术品本体的问题了 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 尤其对画廊对精英者很重要 如何去营造名声 如何去维护名声 因为我说过了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丁厄 西方很多很多人都把这个人叫做乌鸦嘴 因为他说话没人喜欢听 因为他竟说坏话 他说资本主义制度非常成功的创造了一种交换 叫象征交换 经济资本家以他有多少财富作为指标 象征资本家以他有多大的名声作为指标 所以克林顿不当总统了 退下来以后 一场讲演要给500万美元 为什么我和你都不能拿500万美元呢 我不相信他的画强也许比我精彩 不一定呢 但他是前总统 你没这个名声 他有这个名声 他这个名声造成强弱的影响力 这当名声下方 而艺术是名声交换当中最重要的存在 对 没有名声 你的交换就不能达到极致 否则我们就不会相信一句非常流传的话 艺术是无价的 凡是无价的 最后他利润才是最高的 凡高是伟大的艺术家 千金难求嘛 所以他的画出必须到了3000万到了过亿 对 我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 曾经做花囊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朋友 在北京也是个富豪啊 但是我看他怎么进入艺术市场 他有一年在广州 还在问谁是王广义 谁是张小刚 啊 谁是这个 谁是那个 啊 第三年我去北京 这次全成他朋友了 他跟我说他想通了 他第一年投入市场 我说多少钱 我也不是很多吧 1700万吧 哇 很厉害 那个时候是2006年 哇 那时候很厉害 1700万 然后有一段时间 如果大家对北京熟悉的话 都知道 北京最贵的西餐厅是 工人体育馆旁边的西餐厅 他就是个西餐厅的老板 我们到北京他招呼我们继续吃啊 这个我们传出北京最贵的商品 他这里做了 旁边就是现代化的 是吧 那么这个很会说话的这个富豪 我就问他 那你为什么忽然做这一块呢 他说我跟你说个故事吧 我也把它真的讲了 他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 我跟你说个故事吧 我一年在法国非常成功的 跟一个大老板做了一个很大大的生意 很兴奋 那个法国大老板很高兴 我请到他的别墅去 我们度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 法国大餐 高级红酒 尊贵的客人 酒憨之鱼 老板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猜猜看 我这个城堡 什么最值钱 于是那个北京大老板就开始猜了 房子啊 酒啊 反正问了一大堆 no no 最后只好求解 那你说什么就值钱 那个法国大老板拿了个红酒 笑了一笑 你看到我后面挂了那个画了吗 这是沃尔赖的原则 对值钱 哈哈哈哈 一句话把它吓倒了 我不知道这能夹的 反正这个大大板说 幻想明白了 所以跑到北京来投资艺术品 然后很快 这个大大板就成为北京 当代艺术全能帮牛逼艺术家的一天到晚上念的 这个故事就说明了很有意思的问题 艺术其实核心的就是名声 就是必须把无价的这个概念缩透 所以艺术不仅是传播 是因为名声 名声很重要 而且名声就区隔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博物馆 拍卖行 博览会 画廊 而且每一个层次都有区别 画廊有画廊的区别 我们讲过 博览会有博览会的区别 博物馆有区别 拍卖行有区别 破山段的拍卖行你去拍卖去吧 零拍卖 于是你的关心的是 你如果觉得自己够地位的话 我能不能够在数字比喃 对不对 博物馆有区别 你被这个一个什么 美洲博物馆收藏好呢 还是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好呢 那当然 那肯定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好 我大都会博物馆凭什么他收藏就会好呢 这又涉及到博物馆的操作 是吧 博物馆它也是一个名声的揭力 也是名声的揭力 为什么那几个博物馆就是 每年就几千万人去看 对 全球的人都慕名而去 为了罗浮宫三建宝 为了大都会博物馆三建宝 大英博物馆三建宝 不会好像你说跑去美洲看什么 看几个龙去 是吧 所以博物馆也有名声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 艺术和名声和价值和学术定位和艺术史和批评 全部连着议题 它是个系统 我们大多数人 认爱艺术的 从事艺术的 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的 或者想从事晋升生产的活动的 关系的是价值观 关系的是那些 智慧的 哲学家的论术 批评家的说法 很高的伟大经历 但是画廊这边的人关系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东西 名声如何变成结果 一个暗地窝火的集电会应该如何操作 是吧 关系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般人所了解 作为精神发展的艺术史 只是艺术发展的一部分 构成艺术发展的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基础就是 通俗一点说就是市场 如果没有经济的推动 艺术能够获得这样的发展吗 不可能 正好 到最后 感谢观看